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讨论一些 数组声明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再继续讨论 数组声明的一些细节问题 什么呢 比如说咱前边说过了 在声明数组的时候 我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下标为1 等于 就是下标为0 对吧 等于10 对吧 如果后边数组中再出现一个下标为0的 对 等于30 那么我们打印一下 这种情况就是前边出现了一个变量A 对不对 后边又给A重新复制 对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重新覆盖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是有两个呢 还是被覆盖了 对吧 来 虽然这个问题很小 但是很重要 对吧 是不是0就变成30了 声明第二个下标为0的 因为下标就能找到这个元素 对不对 操作的是同一个元素 所以第二个元素给第一个元素 怎么呢 负上值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 往下看 谢谢 我们在上面数组的时候 下标可以不连续吗 比如说上面是1 我这话直接是100 可不可以 如果是其他语言里边 这就不行 其他语言只有所有数度 而且下标必须连续的 对吧 那在咱P2P里边 下标不光是可以不用整数 还可以用字路串 对不对 另外是整数的话 下标还可以不连续 其实这不是什么好事 真的吗 来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下标0和100都可以了 那又有人说了 下标0和100 是不是可以随意指定了 那我要不指定下标 记不记得咱们上节课说过 如果指定空的话 是不是下标就是为何 空中算啊 那如果不指定下标 是不是第二个给第一个覆盖掉了 特别有点问题 嗯 覆盖了 不会覆盖 我们看一下 而会自动增加 看到了 下标会自动增加 0和1 那也就是我连续如果写10个这样的 连续增加 对你看一下 连续这样的 那么我们就会怎么的 对是不是这些值自动会增加呀 对吧 通常这种办法咱们用作干嘛呢 比如说写个循环像数组里 像一个数组里边添加很多东西 经常用这样的 比如说 这么写 $R 我就先等一个 先一会下这个刀 不用这个升级的速度 知道吗 我先这么升明一下 你看 风循环 $Y等于0 $Y小于100 $Y加加 看一下 我让这里$R综括号 是不是循环100写这个 让$Y乘以$Y 什么意思 我把这个相乘的结果 放到这个数组里面 是不是这条代码会连续执行100次 那这个数组里边是不是连续装100次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不就有了吗 通常我们建一个空容器 像这个容器里边装很多个值的话 就用这种办法 知道吗 另外我们看数组的时候记着有一个问题 数组这样都横着看太多不太好看对吧 它的原格是这样的 你可以直接查看原代码 它是这样的格式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想页面显示这样的格式 也有办法所以后期我会经常这样写代码 在而天然标签有个PRE按什么字无串的圆形显示 就是圆代码什么样的就显成什么样的 知道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得看这个值你看 是不是就倒过来了 看起来就清楚了对不对 都是平方的和都是平方和就是平方架到这个数据里面对不对 下标从零开始连续对吧 这个问题我先保存一下 没想见啊 这是数组声明的时候常用这个招 那么我们下标连续声明了 那既然是连续可以 所以和关联混合可以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块等于10 这么几个对不对 如果突然中间有个8出现 如果突然中间有个8出现 对吧 那下标会怎么所以呢 这个跟咱平时操的系统上的一些性质不一样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话 在那边有太字文件吗 很容易复制一下 你看 复制一个对不对 再粘贴 是不是复制两个 这是不是自动有数据号 看到了吗 对吧 那如果我中间去掉6 去掉3 看到了吗 那我再粘贴的时候 是从10开始吗 粘一下 3 6 10 文件夹上的会把空缺给补上 是不是这样吧 而我们这里边 看一下 它会补吗 8完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0128 对吧 另外我也要提个一点 自动增长的下标速度是从0开始的 听懂吗 为什么从0开始呢 因为成语是国外人发明的 对吧 国外呢 比如说一层楼它都是0层 然后五上数 对吧 所以下标一般从0开始的 听懂了一点吗 那现在能看到这个性质了 对吧 不会像咱们粘贴文件夹一样 会把空缺给我们补上 对吧 来 我们把这些删掉 没用的 它会怎么样 是不是在最大支撑加一样 对 那如果我这块来个9 现在我跟大家下标 这块现在下标是几 是0 这块现在是1 这块是2 对吧 这块现在下标是多少 是8 那这是下标呢 9吗 对吧 那这块还是9 是把上面覆盖了 对吧 我这只改11 如果你当时看到11没有事情 那这块 是多少 10 对 10 对吧 那如果我再写AR 这块 我写个4的下标 这下标是不是4 对吧 然后我到备AR 这块再来个空 等约55 这个下标是多少 是5吗 因为上面没有出现过5 对不对 4下标是5吗 这是大家经常做的 不是5 是11 看到了吗 那我写了这么多能不能找到规律 能不能找到规律 什么规律 大家想想 也就是这个 第6个 第6个 数组的自动增长 下标 对不对 默认是从0开始的 看到了 默认是从0开始的 对不对 自动增长的都是出现过的最大值 出现过的最大值 加1 记下这个规律 就够了 是默认从0开始的 对不对 如果后先和出现前边重复的 比如说我这块再只增个0 这个0就会把这个0覆盖掉 是不是 那如果这里边往后增长的 就是出现过最大值加1 我这块出现过9 那后边再增长的 这块是10 对不对 那前边这个增长 前面最大值是谁 是不是就是10 这块就是11 对吧 只要你听说这句话 那么下标怎么增长 怎么自动增长 是不是都知道规律了 默认从0开始 后边出现跟前面一样的下标 就是把前面值覆盖 OK 那如果不出现一样的值 就是自动 加1 最大值能自动加1 现在你可以随便说下标 都可以 8和9中间 还是9 这不是9 这下标 8和9 这是0 你说这块这个 对这个是9 因为在这个增长的时候 前面出现最大的是8 它可能是9 这个又把9 把这个是规律覆盖掉了 对吧 直到这个规律下标 9不有错了 这样在平时生产的时候 咱们是用到的很少的 对吧 咱们一般的要么有序 要么有规律 对不对 这样用的不多 但是面试的时候 经常给你一个这样的值 来为难你 问你哪哪个下标是多少 你得知道 对不对 因为你要了解这些 就证明声明述主的一些细节 你会很明白 对吧 那 再看看还有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特点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第七个 咱们要写的 如果我中间这块 再来一个 大陆 我加了一个字符串的下标呢 然后我再让它增长 这块来个88或者99 现在我想问 最后的这个下标是多少 18 看好了 记住了 这是什么 关联数组 对吧 关联数组不会影响到 所以下标排列的这个规则 就什么 所以这块记住 关联数组的字符串下标 不会影响 所以下标的排列规则 看到了 就这条不会排列这个规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 现在上面是10 11 那这块就应该多少 多啊 是不是就12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咱说了 整形数组 整形数组 对不对 那整形数组 既然是整形 整形就除了 咱说八进制 十六进制 不能做之外 对不对 那整形有没有正复数 复数能不能最为下标 默认从零开始往上增长 对不对 那复数能不能呢 先看一下复数 能不能做下标 比如说我这 上面下标是不是12 我这来个 复100 等于什么 假如说 100 复100 那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合不合法 这块 你加三号 来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多少 是不是复100 复法 对吧 那我现在再增长 是往后增长 自增长 还是往前 自增长 我这边写的 应该是三号 跟六个一号 就算是的话 咱说最大值加一 复100是最大值 是最小值 对不对 最大值是上面的12 记得吧 复数是可以做下标的 只是他平时操的数 操的习惯了 下标都是正数的 从零开始往上增长的 很少用复数 对吧 但是复数是 pap是支持的 用的不多 对了吗 这就是咱们数 咱们要注意的 下标增长的一些问题 咱们单独用一节课跟大家介绍 因为什么呢 面试的时候出的几率比较多的 好几家或许在中间面试 都出了这样的一个面试题 所以我特意在这会儿多说了一些 好 谢谢大家 那咱这节课 数组的一些细致的问题 下标增长的一些细节问题 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下标增长的一些细节问题